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继续咱们的亚洲破伦理系列 上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表面讲述养父与养女不伦之恋 最后发现两人关系完全超过我们想象的日本伦理犯罪篇《我的男人》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日本伦理篇《活口的两人》 这部满屏不可描述的影片虽然讲述了一个突破伦理的故事 最后的定格却又轻而易举地击穿了艳俗的肉欲 让我们看到了爱的真谛 影片是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的 正在湖边钓鱼的男主小白接到了父亲的一个电话 父亲说道,侄子要人转告你,他8月26号就要结婚了,你能来吗 听到侄子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过往的回忆忽然喷涌而止 小白瞬间正住,几秒钟后,他搅了搅手中的火腿肠回答道 好的,我知道了 侄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在小白的人生中有很多种身份 她是表妹,她是青梅竹马,还是初恋女友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小白也不确定曾经和侄子之间那是否是爱 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伴随着欲望懵懂的青春 另一边,正在为婚礼准备的侄子翻看一本老旧相册 其中两人不招骗旅的照片 让那些早就被遗忘了的激情,又一次涌上心头 画面转过,听闻小白回家的侄子 早早地就来敲开了小白家的门 小白对上门拜访的侄子有些手足无措 这几年来她离婚又失业,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方向 游手好闲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看着一脸落寞,踢了寸头的小白 侄子轻尼地拍了拍她,开玩笑道 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才踢了个这样的发心 小白脸上露出一丝窘迫 这几年来的浮沉让她有一种错觉 这样懒洋洋,躺平了一辈子过去挺好的 什么事业,什么爱情,都随她去吧 不过再次和侄子重逢,还是让她心中产生了几分自卑 侄子直接进来,熟练地打开空调坐在沙发上 在四岁的时候,侄子母亲去世 因为父亲工作繁忙,就将她寄养在了小白家中 两人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渐渐到了青春期,在荷尔蒙的刺激下,延伸出无限的激情 小白给侄子泡了一杯咖啡,侄子喝了一口感叹道 好久都没有喝你泡的咖啡了呢 接着,她不嫌不但地聊及家中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语言神色中没有一丝暧昧,更像是多年老友重逢 不过小白却总是刻意回避和她目光对视 似乎想要隐藏着什么 一杯咖啡饮完,侄子拉起小白,让她陪自己去逛逛 小白直接表示了拒绝,侄子半撒娇的承诺终如请她吃午饭 小白这才不情愿地跟她出门 到了商场,小白才发现,原来侄子今天这么来找自己 是因为商场十点准时开售打车电视 她白了一眼侄子问道,是不是一会儿要我给你搬回去 侄子狡结一笑道,当然了,送货到家运费是很贵的呢 到了中午,两人一边吃拉面,一边聊起这几年彼此的境遇 小白四年前因为出轨离婚了 后来失业后,去了朋友的印刷厂上班 然而正好福岛地震,印刷厂撑不到一年就倒闭了 在几年里,小白一直有手好闲,一直也逐渐消沉 日子都过且过,偶尔去工地打打零工 勉强维持一些生活 侄子这边的生活也不是很如意 前几年,他辞去有失的工作 现在在父亲介绍的一家小企业里上班 他的未婚夫北爷是一名军人,有车有房 而且才四十岁,就已经是三佐了 小白有些酸酸地表示,四十岁还没有结婚 没准就是有什么问题 侄子看了小白一眼笑着说,那也比离过婚的好 小白没有看他,继续说道,那他应该很忙吧 全国各地都要跑 侄子脸上露出落寞的神色,低声回答 是啊,他这几天还要出任务 途中路过侄子家的老宅 侄子提出小白陪自己上去坐坐 小白心念一动,答应了下来 进了老家家门,侄子给小白拿了啤酒和最爱吃的香肠 表示这里到婚房不远,一会儿自己可以开车 小白也没客气,大口享用起来 酒足饭饱后,小白这几年养成的懒劲上来了 躺在沙发上瞇了一会儿 醒来时,他发现身上披了一条被单 显然是侄子怕他着凉给他披上的 睡也朦胧的小白缓了缓 发现侄子在楼上的卧室里睡着了 便叫醒了他 侄子有些疲惫的起来了 表示最近休息的不是很好 还调侃道,你的酒量不比以前了 听他又提起从前,小白有些窘迫 下意识摸了摸耳朵 转身走向窗前,拉开了窗帘 这时,侄子轻声说 写字台上有一本有趣的东西 你拿过来,我们一起看看吧 小白有些疑惑,转头拿起了一本黑色相册 递给了侄子 侄子笑着翻开 里面满满都是两人在青春年少时候的激情照片 那时候小白二十四,侄子二十 他们一起去东京读书 没有了家人的管束 他们在那里彻底放飞自我 每日沉沦一情爱中 在教室,在宿舍,在街头,在卫生间,在走廊 尽情地挥洒着迸发的荷尔蒙 留下一张又一张激情照片 只是照片都是黑白的 有时他们已经失去青春的现在,毫无色彩 看着照片中两具缠绵的肉体 回忆涌上了小白心头 他有一些尴尬地转了过去 侄子却笑着继续一夜夜翻了起来 讲起了第一次的时候 那时小白问他,你怕不怕? 他娇羞终于带着一次兴奋地回答说,很开心 想起这个,小白脸上滑过一丝落寞 拿过相册,快速地翻了几页 低声说道,你留这个干嘛? 被叔叔看见怎么办? 侄子面喊笑意地盯着小白问 你难道都忘了吗? 那个时候的我们 小白合上相册,转头看了看侄子 又错开目光,望向窗外说 没望,但也没想起来 侄子有些落寞地垂下了头 并望着小白继续追问道,没想起我 小白依然盯着窗外,小声回应一句 对,侄子露出一丝笑意 柔软地身体贴上了小白 面含期待地又问道,那你有没有想念我? 这本相册总会让我想起你的身体 你真的一次都没有想念过我吗? 小白没有看他,侧过了脸 像是压抑着什么似地说道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了 侄子将相册拿了过来 翻到一张照片 是两人在富士山火山口海报前的裸照 那天是深夜 小白喝醉了叫侄子过去 还大喊大叫道 去死吧,去死吧,一切都去死吧 侄子从没见过他这样 当下也心脸一动 抱住了他说道 那就让我们一起被吸进富士山的火山口吧 接着,小白就来了兴致 表示这样很有趣 激情过后 他们还在富士山火山口的海报边 留下了一张赤裸的末世合影 小白对这张照片的定义为殉情 一段春行懵懂的回顾之后 侄子带小白来到未婚妇北野买的海边别墅中 小白一边抬电视 一边感叹房子的豪华 侄子打开空调介绍说 北野一直在外地工作还没搬进来 我和他说好了 婚后才能同居 二楼就是给我们的孩子的 接着,小白帮忙挑起电视 却在沙发上的侄子若有所思地说 我会和北野用这台电视看东京奥运会的 大概电视画面太过于精彩 小白一直盯着广告没有理会侄子 侄子忽然将脚放下 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小声说 你坐这里来 小白垂眸片刻 拿起遥控器关上电视 站起身说道 天色不糟 我该走了 侄子没说什么 只是用力地又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望着小白的眼神中尽是忧远 小白面无表情 但停止住了脚步 侄子继续不停地用力拍着沙发 越来越用力 仿佛是要宣泄一般 小白抬头长舒一口气 终于服软坐到了侄子身边 侄子一脸忧远质问小白 你是害怕吗 害怕和我坐在一起 小白微微侧头 没有看侄子 淡淡地说道 没有 侄子轻轻将手放在小白的腿上 说道 我也不怕 说着 他的手如同蛇一般 蔓延到了小白的敏感不畏 小白一把推开他 要躲门而出 侄子立刻追上去 在门口拉住他哀求道 求你了 只有今晚 让我们再次回到过去吧 小白望着侄子满是欲望 但又有一些楚楚可怜的目光 其立刻在心中翻涌的情绪 然而侄子看透了他的想法 直接抢吻上去 将小白的手拉进了自己的衣服 兴奋地说道 我已经很激动了对不对 单身四年之久的小白 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刺激了 两人如同干柴于烈火 激情无限迸发 一直从门口到卧室的床上 许久不济女色的小白 很快就交出了作业 侄子又做出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动作 就这样 一直到了晚上 大汗淋漓的两个人 再也没有了力气 侄子将头发松开 悠悠对小白说道 这张床算是被你开光了 小白转过头 看向侄子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不和你的未婚夫北爷 在这张床上坐第一次呢 非要找我 是因为这样的情景很刺激吗 侄子脸扭向一边沉默不语 小白转过头 换了一个话题问道 你为什么要突然结婚呢 侄子也转过了头 眼神中有着无限失落 开口悠悠说道 因为我想要一个孩子 在富岛地震后 我见过无数人死去 我才意识到生命是那么的珍贵 我想要有一个孩子 我是独生女 如果没有孩子就死去 我妈妈的血脉就断了 我也想让爸爸抱上孙子 一直一直消沉的小白 撇了撇嘴说道 这么俗 不像你 说谎吧 侄子思量片刻 深吸了一口气 说出了真相 原来在三年前 查出了子宫肌瘤 现在恶化了 再不要孩子 以后就永远无法当妈妈了 说到这儿 侄子和小白四目相对 情欲之火又燃烧起来 侄子像是蛇一样 靠上小白的身体 请求再来一次 小白不禁想起了 从前在侄子老家时 侄子父亲入睡后 两人就会肆意偷欢 那时候 侄子都会特别兴奋 小白只能将异物塞进他嘴里 才能让他不吵醒熟睡的父亲 其实侄子一直都很喜欢这种 可能会被其他人发现的感觉 他们还经常一起去百货公司 等公共场合 时间线再次回到当下 激情过后 彼此说好 这是最后一次 小白独自一人回到了家里 然而第二天一早起来 很久都没有移住晴天的小白 居然又恢复了威猛的状态 而且久久不能平息 浴火焚身的他想起了侄子 立刻动身 赶到海边别墅 刚睡醒的侄子 被小白的门铃吵醒 以为他拉了什么东西在这里 然而一开门 小白就将他按在桌子上 侄子拼命地反抗 但却无济于事 完事后 小白和侄子又去了昨天的拉面馆 席间侄子埋怨道 不是说好了只一次吗 你有些过分了 小白撇了他一眼道 都是你在撩拨我的 本来我这次回来 只是来参加你的婚礼 说着说着 小白有了感觉 他将手伸进了裤子里 侄子看了看周围吃饭的客人 制止了这龌龙的行为 忧愿地翻了个白眼道 那我们就到北野回来那天再结束吧 小白眼神中亮起了欲望的光 连忙问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侄子说 下周三 小白算了一些日子 露出坏笑说 那五天后 你就可以解放了 侄子娇羞地垂下了头 嘟囔道 你要好好表现哦 接着 他又露出一次期待的笑容 午后阳光正好 玩时的两人坐在床上 望着窗外 侄子告诉小白 昨天我就从你身上闻出来了 你这几年一直没有性生活 你身上一直有一股味道 类似针线香的味道 针线香是小白的前妻 当年也正是小白 劈腿针线香 导致了两人的分手 小白让我兴致地问侄子 和我分开后 你和别的男人激情过吗 侄子笑了笑 坦然地说 被你抛弃后 我沉沦过一段时间 自暴自弃 以为失去了全世界 小白瞬间收起了笑容 转头道 不是抛弃 侄子也收起笑容 严肃道 是抛弃 小白转开话题 你和一位婚夫 北野怎么样 侄子笑着说 北野呀 他经常锻炼 胸膛像铁一样硬 被他压住 我毫无抵抗之力 不过不喜欢那种类型 我还是喜欢你 他像是铁板 你像是蛇 一条柔软的蛇 也会变成凶猛的鞭子 一直以来我认为 你的身体使我着迷 昨天过后 我更觉得是这样 小白淡淡地回答道 其他女人可没这么评价我 我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怎么回事 侄子将手抚摸上 小白的敏感地带 柔声说 你知道的你的身体 和我所知道的你的身体 是不一样的 就这样 互相撩拨一番后 两人又开始了激情 深夜 齐夜的小白发现 这几天高强度的激情下 自己的下身已经肿了 他连忙跑过去叫起侄子 惊慌地说 出事了 侄子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问道 是北野回来了吗 小白笑着退下裤子 侄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表示自己的也已经肿了 两人互相研究起来 对方的身体 当年出京人事的两人 也遭遇过这种情况 后来慢慢用冰湿巾敷上 才好转过来 第二日中午 小白给侄子做了烧鱼 侄子对味道赞不绝口 小白也很是开心 两人开了一瓶红酒 像是情侣之间一样 边吃边聊 小卓这几杯 偶尔开开玩笑 不知怎么的 侄子忽然问起了小白的孩子 小白瞬间脸色冷了下来 他在离婚后 就放弃了肥养权 已经四年没有见过孩子了 侄子垂头大口地吃着面 有些哽咽地说道 我知道这样不舍得 但我们只能到下周二为止了 小白没有说话 面无表情 午后 小白独自一人漫步在街上 这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处处都留着回忆 多数都是和侄子相关 比如这条弄堂里 他们曾偷偷地激情过 那时候两人都很兴奋 侄子咬着裤子 拼命克制着不叫出来引人发现 但又期望着一个猥琐大叔在偷窥 这些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回忆 都是他们逝去的青春中最难忘的 晚上 侄子和小白准备吃牛肉汉堡 突然房子剧烈抖了起来 似乎是有地震了 两人立刻色变 自从上次复倒地震后 整个日本社会 都拢着在灾难的阴霾之下 很多人有亲人朋友逝去 也有很多人 被这次地震改变了人生观 就像侄子 那时小白就是他的所有 他排斥与任何人深入交流 只有小白可以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在和小白分手后 他彻底沉沦 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只觉得如行尸走肉一般 然而在福岛地震之后 他目睹了很多死亡 忽然意识到 活着就是上天最大的恩赐 而他选择与北野这位 自卫队军人结婚 也是被自卫队们 前夫后继夫栽取而感动的 两人聊到这里 只子忽然腹痛 自小他就一直肠胃不好 再加上这几天 一直都在激情 脑毛病又烦了 小白将他扶到床上 像以前一样 给他按摩小腹 只子却撅起了嘴 埋怨是小白做的汉堡不干净 第二天清晨 醒来乐的小白打开了窗帘 一米阳光 轻入地散进屋内 只子问小白 以后我再腹痛怎么办 小白淡淡地说 那就让那个自卫队 给你按摩小腹 只子盯着天花板 脸上掠过一丝羞涩道 我会不好意思的 我只敢在你面前 躺落身体 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都不会觉得难为情 但别人这样 我就会不好意思 我觉得是因为 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 是我没有血缘关系 做起来才会那么的快乐 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很多兄妹 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还有妇女之间 如果她们也跨越了伦理 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的 说到这儿 只子风情万种地看着小白说 我们有血缘关系 是怎么都割舍不了的 在我未婚夫回来之前 我们要尽情地做 小白被她撩倒 两人又是激情四起 激情过后 小白和侄子 想要重温当年的刺激 于是两人坐上旅游大巴 然后将毯子盖在腿上 小白又是不可描述的动作 只子很快有了感觉 咬着窗帘 拼命地克制着 但还是男人快乐 叫了出来 幸好周围都是睡着的 大爷大妈 没有人在意两人的行为 晚上在旅馆激情过后 他们来到镇上 看当地传统王者舞表演 这是他们二人 最后的一晚了 明天只子的未婚夫 就会回来 小白打趣道 要不我们私奔吧 只子笑了出来说 你是认真的吗 小白没说什么 直接拉起了只子的手 他们奔跑着 横穿人群 画面在这一瞬间定格 没有了任何喧闹的声音 仿佛两人在跨越轮离 生死界限时 被施了魔法 酒馆中 两人点了一杯清酒 只子问小白 你为什么离婚了 小白淡淡地回答 出轨 出轨次数多了 他就发现了 然后就离婚了 离婚后 我去找了情人 说想和他在一起 哪知道 他只是想和我玩玩 当妻女离开我后 我有些精神崩溃 在家里酗酒 将电线缠绕在脖子上 简直和幽灵一样 只子喝了一口酒问道 以后你准备怎么样 小白敷衍地回答说 以后 找工作呗 能养活自己就行 得过且过 只子笑着说 缺陷我可以见你 小白眼神流露出窘迫道 我才不会见呢 画面转过 激情过后的两人 赤裸着聊天 小白问只子 你从什么时候 发现我出轨的 只子说 从你第一次 和那个女人上床后 那天你喝醉了 打电话叫我过去 说要去死 我说那就一起 被吸气富士山的火伤口吧 然后你来了兴致 我们一起在富士山 火伤口海报前 留下了那张末日合影 那天就是 你第一次出轨 那个女人吧 小白说 对的 在送她回家的时候 我跟她说 我们结婚吧 然后我回到宿舍 就忽然有一种 想去死的感觉 只子说 对 那个时候我也想去死 因为你的状态很吓人 尽管你强装没事 还和我激情呢 就算你的手 摸过其他女人 我也感觉到很温暖 所以我才会离开你 我很怕那种感觉 你总是让我放弃尊严 竟然沉沦 不过我一直都有预感 你和那个女人 不会顺利的 其实你妈妈 在你结婚那天 和我说过 希望咱们两个在一起 你知道吗 在你结婚那天 我感觉仿佛 末日降临一般 小白望着天花板 淡淡道 其实和你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一天 我们终将分开 因为这是违背伦理的 我一直以来 都十分羞耻 心中有愧 只子挣了几秒 瞬间明白了 小白当初是为了 终结和自己的关系 故意出轨的 小白问只子 你是不是很喜欢 我们在医院 在街头 在公园里激情 每次你的反应 都很强烈 都很兴奋 只子说 不 我只是因为喜欢你 所以才会兴奋 那一切 都是为了迎合你而已 收完 只子转过身 不去看小白 小白叹了一口气 说道 原来妈妈 早就希望我们在一起啊 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接着 小白又一次 贴上了只子的身体 昏暗的床头灯下 激情无限 在临界点时 小白停下了 只子满脸娇羞地问道 怎么了 小白转了过去 淡淡地说 我不能让你怀孕 只子沉默了几秒 似乎有些哽咽地说 对不起 等小白醒来时 发现只子已经走了 只留下了一张便签 她知道和只子的一切 要结束了 虽然心有不甘 但毕竟已经说好 自此之后不再打扰 她虽说将便签撕碎 扔进垃圾桶里 独自一个人回家了 第二天 正在睡觉的小白 忽然被电话吵醒 是父亲打了电话 通知只子的婚礼要延期 因为婚夫北野接到了紧急任务 小白挣住了 他思量再三打给只子 只子表示 北野现在不在家中 小白可以过来 小白立即收拾了一下 来到海滨的别墅里 只子拿出一幅海报 富士山的火山口 他告诉小白 这是昨天回老家找到的 你结婚那天 把他邮寄给了我 这幅海报 我就向上筐挂在家中 直到北野给了彩礼 我才取下来 本来我想 现在我要结婚了 他该还给你了 但好像做不到了 昨天我偷偷看了 北野电脑里的机密资料 富士山的火山口要爆发了 他要去抢险救灾 小白挣住了 海报也随着他手的松开 而滚落回去 在多年以前 他出轨的那个夜里 两人在这幅海报前 留下了一张殉情合影 自那以后 两个人的灵魂 也留在了那里 灵魂在那里相守 肉体则各自走开 他们都以为 富士山不会爆发 也都以为 灵魂可以一只安静静地 留在那里 然而现在 富士山要爆发了 两人来到海边 只子问小白 我昨天已经和北野 决定分手了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小白坐在侄子身边 笑了笑说道 世事无常 明天富士山爆发 整个日本都将毁于一旦 哪里还有什么未来 我现在想和你在一起 能过多少天 就是多少天 能做多少爱 就做多少爱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也是我身体的意愿 侄子脸上露出笑容 望向远方呼啸的大海 也许明天 所有的一切 都会毁于一旦 但此刻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已经足够 画面转过 小白和侄子在巷子里 尽管咬着衣物 但侄子还是兴奋地 发出欢愉的叫声 也来几个小学生偷看 小白大喊一声 吓走了他们 然后提上裤子 侄子有些不悦地问道 为什么不做了 小白神色尴尬地表示 声音实在是太大了 不如去吃碗拉面吧 侄子却不依不饶 还想继续 他拉着小白 柔声说 明天就是末日了呢 我们只有现在了 小白沉默片刻 拉起了侄子的手 向别墅奔去 影片的最后 侄子和小白坐在沙发上 电视中正在播报 富士山火山口的新闻 警戒已经提升到了无级 然而一天过去了 富士山还是那样 没有喷发 一日清晨 醒来的小白问侄子 爆发了吗 侄子温柔地回答道 没有 小白眨了眨充睡颜 将侄子拉到床上 要再次激情 他低声贴在侄子的耳边 说道 这次我不会临场退学了 侄子羞涩一笑 兴奋地说 我很期待 在两人的欢愉中 远处有一声巨响传来 是末日了吗 这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影片结束 片名火口的两人 其中有大面积 不可描述的片段 那些镜头都无比真实 没有一定点修饰 整个故事明面上的主线 就是幸运 不过每一帧画面 都不会让人感觉兴奋 反而贯穿全篇的 都是一种无力的末日感 然而在绝望中 又带着一丝温暖 冷酷中又饱含深情 最后所有的过往 被重新捡起 再撕碎破裂开 发现其中只有 事实无偿四个字 最后得知富士山有爆发 未来将是末世 男女主也揭开 世俗捆暴在二人身上的枷锁 既然未来即将毁灭 那在当下 何不遵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呢 对于男主和女主来说 陪伴在彼此身边 他们的生命才是鲜活的 哪怕这生命 只剩下最后一秒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如果明天就是事件末日 你会和谁在一起呢 你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惊悚哥会在评论 留下自己的答案 欢迎大家前来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 一如既往的支持 下期视频继续咱们的 亚洲破伦理系列 咱们下期再见